上海人的口袋 哈囉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Fersey Sajja 今天是我跟佩蘭約會的日子 我來到桃園新的約會聖地 耶 這附近有華太明品城Outlet 然後有這個我背後的 星光影城 然後呢 還有 海洋生物的飯店 沒錯 我們今天來到的就是 是X Park 耶 那這個桃園X Park呢 是日本八景島海洋樂園的集團 來台灣開的喔 是海外第一個分館喔 那我們之前也有去日本橫濱八景島拍影片 還沒有看的人要去看喔 欸其實呢 我跟這個水族館也很有緣緣 因為其實我五年前就知道 台灣這個地方要開X Park 原因是 當初日本八景島那個集團來台灣 看要在台灣哪一個位置設立這個X Park 當初的口譯就是我擔任的 所以呢我五年前就知道這個消息 然後我從五年前的每一天 都超級超級期待台灣要開這個X Park 我今天呢還帶了我的夥伴 欸 他屁股 弄錯了 這邊 它是那個白熊 水雞熊 然後呢這個配人取名為阿伯 它不是那個伯伯的那個伯喔 它是白色的 是白 然後台語就叫伯嘛 所以它叫阿伯 所以它叫阿伯 它叫阿伯 今天我要跟我的這個阿伯 一起來掛X Park 其實這個阿伯呢 也是我認識的人設計的 然後呢今天配人的衣服也是喔 漂亮 呵呵呵呵 看一下看一下 對 這真的也是你當初 上一次去玩的時候 很兵發警導買的 欸我們真的是超級熱衷粉絲 那你要講什麼 這一集是不是變小了 有嗎?你變胖了嗎? 只有我長大 你長大了喔 你這個大朋友 呵呵呵呵 阿伯 阿伯 你回到你自己的台灣的家鄉了 X Park 哇這個 你頭髮喔 一走進來 真的很像一般的水素餅不一樣耶 哇 哇 阿伯 你回到你自己的台灣的家鄉了 然後你 看那個現代 有一個現代風景的感覺 那X Park呢 有地上三層地下洋桿 總共有4000坪的面積超大的 這邊 湘湖前行也是一個地拍景點喔 是不是男生也可以很夢幻欸 我現在是穿得很像睡覺 睡覺是日文怎麼講 我不要亂教你這種有的沒的啦 不會啦 很可愛啦 太陽陸地天空 有420種生物 這裡呢 有48000個生命 在這邊生活的喔 我覺得這邊看起來不適合約會啊 為什麼 因為這邊超多高的小孩子 老闆你侮辱了我的家鄉 我要生氣囉阿伯 我不是侮辱你的家鄉 我是侮辱那些小朋友 哈哈哈哈哈哈 你看這邊看到她的肚子 對啊好可愛喔 好難得她的肚子一下 來啦 肚子一下她往再一個 哈哈哈哈 你看這個千花板好奇俠喔 它水就在水就在過去的耶 怎麼這麼奇妙 怎麼這麼奇妙 你看下面人超多的 哇超可怕的耶 這根本不是來看魚是來看人的 真的 哇你看那個姿勢弄得好可愛喔 欸這邊呢 大家為了要拍這一張水果 然後排這麼多人耶 天啊超嚇人的 整個排到看不到 你看這個水果長得超特別的 好像有雲朵對不對 這很像蛋黃吧 真的嗎 欸好像真的有一點 看它的名字 欸它真的像蛋黃水果耶 好好笑喔 沒有 嘗我跟外面也要不要 拆你我看 偶像 都跟自然 太難得很可愛 那麼 要看我 也要 像 有人 вод 那 你 看 這 那 沒熱的就去 去了 伯伯走過來了 好可愛喔 他走路好像老伯伯 他又另外一次去了 他在睡覺欸 好可愛喔 可是你看他的脖子的角度 好不科學喔 這樣不會不舒服嗎 他只往一邊睡覺欸 他只往一邊睡覺欸 他又鬧枕了嗎 還有喔 這邊最著名的也是 去人我要飛玩 他逛完了之後啊 就會走到這個Expo 這個通道就是待會可以看到 氣餌會在這邊游來游去 這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過來 看得到嗎今天 他通過太晚了 他已經氣餌下班了嗎 難道 氣餌下班了嗎 為什麼沒有氣餌 現在逛到這邊來 你有沒有覺得有一種就是 蛤 就這樣嗎 的感覺 對啊 其實有一點欸 因為 因為可能因為日本的真的太大了啦 我覺得是這樣 可是日本的價格也才一千 出口台幣的 這邊的話就要五百多塊 日本有分很多 很多不同的價格 那次還有結合 游樂園什麼的欸 好冷喔 你很冷 阿伯幫你取暖 這邊又接著穿外套 這邊最終的感想就是 這邊真的不適合 是嗎 怎麼這樣子欸 其實你會發現這邊的水珠館裡面的光線 一般的水珠館還要來得亮 齁齁齁齁齁 所以呢 所以呢 為什麼 所以又怎樣 所以不適合約會 為什麼 你到底想幹嘛 好白說我看不到氣餌 所以 也去裝氣餌 對啊 只好自己裝氣餌 我是我的阿伯交朋友 去北溪喔 而且他的吊牌是XPARK 對啊 這個T恤也很好看耶 很可愛耶 所以 這個是XPARK的限定商品 對啊 所以這邊有這邊有的 還有這個摺紙 好可愛 好可愛 這個很可愛 這個相機是 台灣設計的 之前有木質 好漂亮喔 對啊 好可愛 其實這邊賣場 比較特別的 好像是 它比較有結合台灣的元素 對不對 它有賣這種什麼 小魚乾啊 櫻花蝦這種 櫻花蝦 是台灣的嗎 因為它感覺是賣 是不是台灣製的東西啊 杏仁小魚乾 你看 這個宜蘭縣的耶 宜蘭的啊 對啊 然後剛剛那個 拍照的那個 你說它也是台灣的牌子 之前有在木質嗎 所以 它感覺是 雖然是日本的企業 可是它有 盡量要用台灣的東西 跟台灣在地的一些 特色做結合 其實我覺得這個對客人來說啊 客人可能會覺得說 它怎麼都是台灣的東西 但是 如果以台灣發展來看的話 這種 外資引進的企業 它 盡量用 當地的 東西 其實也算是一個 回饋這個當地的 方式 不覺得嗎 因為這個算是企業的這個 回饋啦 因為我就認識一些 日本企業 然後他們之前就跟我講說 像是抹茶好了 他們如果來台灣開的話 他們會盡量想要用 台灣當地 找台灣很好的抹茶 然後來去做他們 一樣的產品 來回饋台灣 所以我是覺得 雖然這個賣場啊 你可能會看到一些台灣的東西 台灣人或許會失望 但我會覺得 欸 它這個企業 可能是有想要回饋台灣 我看到我會有這種感覺 大家 覺得如何 那今天我們的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覺得我們影片有趣的話 麻煩幫我們按讚 留言 分享喔 如果已經有來過Xpark的 也歡迎留言 告訴我你的感想 那我們還有其他的類別影片 也歡迎看看 然後每天也有用Facebook 一個人用公日文分享資訊 跟這個Youtube 又是完全不一樣的喔 好 那我們下集再見 掰掰 你真的還可以 請較後面 有請訂閱 你請幫我按讚 好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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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